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风摆动的稻田 美得令人屏息 这里是台东县关山镇 坐落于后山的纵谷地区 这片由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包夹的净土 由于空气不受污染 水质纯净 种植出来的稻米香甜可口 大受欢迎 是台湾不可多得的珍贵豪米 关山米在这几年的面积扩充到2700公顷 那也造就了农民很大的获益 没有污染的水质 没有污染的土壤 好的空气 以及有效的有机管理 所以我们中古地区的米历届的全国大赛 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除了众所周知的关山米以外 关山镇的环镇自行车道 更是脚踏车族的最爱 就连一人纳豆都亲自游访关山镇 享受田园骑车乐趣 仔细看一下这条脚踏车道的太棒了 因为一边就会感受到都是稻田的感觉 那相信四季来就会有不一样的颜色 可能有的时候是金黄色 或者像我们现在看到是一片绿油油的 临近环镇自行车道的关山清水公园 是台湾第一座环保公园 园区内树木翁域 适合野鸟栖息 有完整的自然生态保护 无论是来公园自在的散个步 或是骑车都是很舒服的体验 清水公园预计在今年底通过用地开发计划 未来就能提供更多细水区 露营区等旅游设施给游客 给大家更完善的旅游体验 清水公园占地面积大 除了完整保留自然生态外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清水公园也可以飞热气球 不用大排长龙也不用人挤人 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 轻飘飘地飘浮在高空中 关山美景都在脚下一览无遗 今年十月份举办的关山风土生活节 有竹膳工艺体验 环保提带捐印等手作活动 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 除了体验课程与在地市集 可以让大家边逛边吃 当天更邀请到歌手曾佩茨 与李千娜演出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我们一起比爱心好不好 好 一二三 耶 今年国庆日的夜晚 是夜访关山系列活动的重头戏 游龙护尊 今年已经迈入了第八个年头 由五岁民俗艺术团带来的舞龙表演 为当天的活动拉开了序幕 点燃现场气氛 大批民众跟随着五条金光闪闪的游龙 提着丝瓜灯笼 一同巡守关山大尊 体验农事的辛劳 一盏盏的灯笼点亮了关山的夜晚 游龙护军 也是系列的活动 这是五六十年前 先人开发关山大郡的一个故事 我们把它保存下来 连续推动了八年 除了国庆廉价的关山风土生活节 与游龙护尊外 关山更推出许多大型系列活动 如每年固定举办的实在好玩关山萝卜祭 让民众可以亲自体验拔萝卜 萝卜干DIY的乐趣 优美的风景加上丰富多元的活动 关山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的乡镇 纵谷乡镇 关山镇的生活机能算是很好的一个乡镇 吃也好 住也好 我想交通也很便利 关山火车站 我们普悠玛都可以直达 欢迎所有的游客来体验 如果你向往慢活自在的后山步调 榴莲宁静的田园风光 可以到关山给自己身心灵放个假 如果你热衷传统部落文化 可以来电光部落体验纯粹的阿美族烤肉与竹炮 如果你喜欢品尝美食 那么天后宫旁最受欢迎的臭豆腐与肉圆 不会让你失望 只要空出时间 买张火车票 来到关山镇 就能享受纵谷旅游的多彩多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很害羞